各種市大順路上一輛白色轎車直行 但是注意看 輕輕兩線道的馬路它開在正中間 一輛公車慢車道通行按了喇叭示警 疑似引起了轎車駕駛不滿 白車駕駛走了下來 當時他真的是很氣 開了車門都沒關 煞車疑似也沒拉 讓車子往前滑行 氣呼呼的他 馬路上和公車駕駛一來一往開馬 轎車和公車的駕駛馬路上對嗆 一旁等輕軌的民眾目擊過程 幾乎阿伯連扳手都要拿出來 警方掉了監視器發現 當時是七點半左右 白車駕駛行駛在兩車道的中間 後方的車輛無法超車 公車司機是直呼會遲到 但是汽車駕駛疑似被喇叭給激怒了 雙方後來各自離開 公車方面表示駕駛休假沒上班 他回報遭人無故強制攔車恐嚇 無論怎樣的理由 馬路中間無故暫停 警方回應最終會有調照處分 是否涉及其他的罪責 還有等汽車駕駛 檔案說明加以釐清 三零新聞田區達州英榮高雄報導 四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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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